從床底下拿個東西出來 抽屜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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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蓋 然後他回去這邊拿湯匙之類的東西 監獄設房裡 一名受刑人從床鋪下的籃子裡 拿出一罐辣椒醬 還到床鋪下方找出湯匙 這時他卻朝對方 喂了一口滿滿的辣椒醬 他就會捂著嘴巴 不敢吐出來 叫他吃 自己去吃 受刑人為育友吃一大口辣椒醬後 還強迫對方必須不斷原地跳動 對方也只能一邊捂著嘴巴 一邊彎著腰 扶著身旁矮牆 痛苦的跳上又跳下 受刑人更爬到床鋪上 繼續指揮他 要求沒叫你停 你不准停 我現在在原地跳 我在指揮他 事情發生在2022年10月 在宜蘭監獄裡 原來是受刑人不滿育友 在設房內手寫書狀時 發出的聲響太大 影響到他的睡眠 於是命令育友站在設房的角落 強迫育友吞下一匙辣椒醬 並要求他原地站立跳動 更恐嚇他 如果不照做就試試看 導致育友不得不在原地站立跳動 持續約五六分鐘 育友被脅迫到受不了 以刻意違規撞門的方式 讓管理員發現 並代理設房 育友這才說出整個過程 不過受刑人接受調查時否認犯刑 還說是對方愛炫耀 聲稱很會吃辣才想餵他吃 告訴人此數被告 有強暴脅迫使他行無義無之事的事實 所以認定告訴人的指數是可以認定的 所以違法量署行動 法官勘驗設房監視器畫面 認定育友明顯被強迫未實 一強制罪判受刑人除有期徒刑三個月 可一科九萬元罰金 全案仍可上訴 東新聞帶至今五若萱江永永宜蘭報導 請問我